欢迎来到绿影时光 牢房内的博弈是由美国克雷格扎勒指导的动作电影 电影上映后全粉无数饱受好评 并提名了2017年第42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午夜疯狂但愿观众选择奖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最大的奖项就是观众选择奖 这项奖是由观众选择出来的 含金量非常高 所以99号牢房内的博弈能够提名可以看出 这部电影很是成功很有观众缘 其实99号牢房内的博弈剧情非常简单 主要讲述的是男主人公托马斯 从头硬到尾的犯罪故事 托马斯是一个前拳击手 退役后生活过得很是牙医窘迫 倒霉的托马斯不仅丢掉了赖以生存的工作 还发现了妻子偷情 可谓是事业家庭全破墨 为了改善生活和拯救即将破裂的婚姻 托马斯误入了贩毒之路 后被抓入监狱 本以为在监狱中熬过几年就能与挚爱的妻子团聚 但进入监狱不久 毒贩就以托马斯怀孕妻子的性命威胁他 让他帮助做掉监狱里的某个人 由此开展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博弈 整部电影布局了几条主线 工作被辞退 婚姻出现问题 合作出现问题等 一步步塑造出来了一个有血性 有爱的男主人公形象 电影故事情节不拖泥带水 非常简单直白 节奏感十足 对白精炼 配乐给力 不同场景下搭配布什敲击的古典 让人感到非常紧张 很好地衬突出了犯罪打斗的紧张气氛 这部影片的武打动作 也让观众过足了瘾 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硬派 火爆 男主人公托马斯 从发现妻子出轨后 徒手拆卸车辆 到后期的对打扭断手臂 徒手折弯手机 彩包头颅等等 一系列血腥暴力的画面 带给观众无限的视觉冲击 与心理刺激 让人看得惊心动魄 虽然整部影片评价很高 但不少观众反应 电影动作太写实了 给人的感觉很是笨拙 而且这部影片 刻画出来的监狱形象 让人看后都开始怀疑 这是在美化监狱生活 其他电影中的监狱 一般都是充满黑暗的 看后让人心有余悸 而这部电影不同 这里的育友都很乐观 简直颠覆了人们 对于监狱的认知 无论如何99号牢房内的博弈 都是一部成功的电影 从男主人公托马斯身上 我们看到了忠诚与满满的爱 这个身处监狱的男人 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了妻儿的安全 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头上 十字架刺青的真实含义 这样一个充满柔情的硬汉 怎能不受观众的喜爱 其实托马斯和现实生活中的 大多数人一样 追求的都是一份纯粹的爱 我是小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